好多汁哦 饱满柑橘超juicy 咬下去大喷汁 果肉后甜度高 这就是台中碰干的特色 得双手捧着的大雪梨 是和平区的特产 个儿头有够大 用尺粮高有9公分 最宽有11公分 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它的脆度 清脆多汁又香甜 咬下去卡滋卡滋超级过瘾 大雪梨还有甜柑橘 台中骄傲的农产 1月28号要跟着卢市长 到香港去拼经济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 香港最大进出口贸易商会 跟台中市府招手 1月16号市府先派彩线小组 和对方贸易商接洽 接着再由卢秀燕带着金发局 新闻局官吕局和农业局长 1月28号去29号回 一起参加对方的会员大会 光他一年的贸易量 就一兆700亿美金 所以台中的产品 如果香港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这是求之不得 它底下有4000多个分会 全部贫中国 还有这个香港澳门 跟他签这个易相书之后 可以顺便帮我们 把后面的农产品 跟我们的这个机械产品 工业产品 都可以经由这个分会去 这个进出口商会 有超过4000个分会 分布于香港澳门和大陆 卢秀燕带头出团 成为六都第一个 出国拼经济的市长 第一波以农产为首发 雪梨 柑橘 还有百合花 让对岸先尝尝台中在地好滋味 接下来还会有葡萄 荔枝等 当季农产 打了通关之后 再把脚踏车 工具机 这些各式各样台中特产 一步步外销出去 记者王一超 卢志怡台中报道